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在新北市三峡区龙普国小 开办了城市设计课程 教导120级小朋友学习Squatchel JR这项城市设计 它是源自于欧美国家 适合5到8岁的学童学习 让城市设计具体化 可以设计简单的游戏及动画 Squatchel JR它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的指令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有28个 而且它攜带非常的方便 在平板上面 小孩子只要用他的手指头 在平板上面用拖曳的方式 他就可以做出他所要的一个城市的设计出来了 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城市这两个字 变成更具体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常询问小朋友说 城市可以做什么 一般小朋友可能回答不出来 可是像我们的小朋友 他可以回答说 城市我们可以做游戏 我们可以做动画 我们可以让机器人动起来 甚至我们的老师 如果是英文老师的话 他可以把英语融入城市 而新北市议员洪家军 与前立法委员黄志雄 日前就会同的教育局人员 前往隆普国小 参观小朋友学习的状况 小朋友学习的Squatchel JR 已经有学习一学年 有同学就拿着设计的游戏 让洪家军议员体验其中的乐趣 没有他尾巴还是碰到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这个好好玩喔 这个低关喔 所以他先在中间等一下 对 所以他看到有无极性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新北在这一块 走得真的比别人快 因为从五岁就开始 我想这个跟世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其实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那我们也期待新北当领头羊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因为新北人口数多 然后福渊又广 所以其实他要有系统的推动 我想那个难度也会比其他 限制来得更高 所以我们也期待 就这样一个议题 中央应该要来重视 那我们也期待 不论中央地方合作 让我们的教育做得更好 在小的时候能够逐步的去了解 这个区块的一个学习模式 进而能够慢慢的让他 在思考上 在创作上 在想象力上面 能够更加的多元 台湾资讯教育发展协会 推动Scredio JR城市教学 让小朋友可以在平板电脑上 设置简单的游戏 而这项活动 也与108年课纲相互的衔接 推动运算思维与逻辑的训练 中家新闻 张云勋 卢秀娟新北市三峡区唱报道 哎呀好甜啊 那么开玩想听 好甜啊 优优独播剧场响